我们要进场了 我们欢迎郭城市市长 韩国瑜姨夫人 盛河西桥姐 设言壮元楼 这里欢迎韩市长 把竞选密码大大挂在墙上 让韩国瑜看了 也忍不住露出一抹微笑 韩国瑜一现身 让会场气氛瞬间陷入疯狂 光是喊口号就喊了一分钟 除了要韩国瑜选总统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更是喊得狼狼上口 高雄 加油 高雄 加油 高雄 加油 韩市长 加油 韩市长 加油 韩市长 加油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舞台前方变成摇滚区 侨胞们把手中的国旗手机拿起来拼命摇 后方韩粉想看到韩市长 踮脚都看不到 中华 左手 坐下来 我帮你喊了没有办法 坐下 但活动已正式开始 上河期的韩粉们好像变得有点害羞 连主持人都忍不住要大家不要这么严肃 但等到韩市长开始演讲 现场气氛再度瞬间被炒热 甚至还有韩粉深受感动当场捐出三千美金 希望协助高雄扮双语教育 身上一件T恤就大大写着韩国瑜选总统救台湾 呼声表达盛和西侨胞力挺韩市长的立场 喊出海外韩粉的希望 大家能够把身体回复得健健康康 养得白白胖胖 明年一月四一号 我们一起回台湾 投票支持中华民国 拜托大家谢谢 不忘提醒大家记得回家投票 参会开始后韩国瑜没闲着 站起来帮整桌的人夹菜 关心每个人有没有吃饱 谦虚又清明的韩流魅力 再次征服当地僑胞的心 记者纵毫不倒